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一节课我们学习到了我们的联合查询 那接着这节课接着往下学 学习一下我们买色口中的子查询 那首先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子查询 子查询就是将一个查询语句 嵌套在另一个查询语句中 内层查询语句的查询结果 可以作为我们外层查询语句的一个条件 但是注意当我们使用子查询的时候 一定是先执行我们内层的语句 由内向外来执行 那接着再来看一下 什么情况会引发我们的子查询 或者什么情况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子查询 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使用in或者notin 这样引发的一个子查询 那现在就拿我们的员工表和部门表为例 我想查询一下我们部门表中有哪些员工 那首先呢你需要知道 你看一下我们这两个表 查询一下表结构 DSE一下部门 一共几个部门呢 from department 一共三个部门 那接着再来查询一下员工 from我们的这个employee 我们先把这两个表清空一下 因为之前的是我们测试外键时使用的 job table employee department 重新的把之前的数据拿过来创建一下 那最开始的就可以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部门表 以及员工表 成功 那再来查询一下 一共五个部门 一共四个部门 一共多少员工呢 这么多员工 那现在你看到每个员工呢 都有一个对应的部门的编号 我想查询一下所有员工的名字和编号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 首先先查询一下 我们的部门 部门中一共四个部门 一二三四 接着呢 得到了这个一二三四之后 我就可以看一下 这四个部门中有哪些员工 select id user name from employee 条件是where id in 是dpid in 刚才看到的一二三四 那这一二三四呢 是我们通过查询部门表中 得到的这个部门所对应的一个编号 接着再到我们员工表中 根据这个dpid in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现在你看到 通过两个语句 我们才能实现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有了我们这个紫查询的 通过一条语句也可以实现 把刚才的两个语句 由in引发的紫查询 in或者not in 引发的紫查询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之前是通过两个select id from department 会得到一个一二三四 接着呢 在select id username 从imply1 从imply1 放过来 这时候你再看 由这一条语句呢 就可以实现我们刚才想要的一个效果 这样的形式 同样的这几个人的信息得到了 就不用把两个语句来执行了 那有in呢 也可以有not in 代表不在这个范围内 取反的一个意思 那这时候呢 应该是没有的 你看到empty set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写成一个什么呢 写成一个垃圾数据啊 insert一个 employ1 e username values 还有一个是 dpid values写成一个 test test dpid呢 写成一个8 没有这个部门 但这条语句呢 是能成功的 接着你看到 查询一下 多了一个人 多了一个test test 但是通过我们这种子查询的形式呢 你是得不到这个值的 这是not in 我们先来in的 你看到 只会得到12345 得到这个部门下 已有的这些员工 因为一共就5个部门 没有第8个部门 但是呢 如果通过not in呢 正好就能查出我们新添加的这个记录 取反的一个操作 这是由in和not in引发的子查询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什么情况可以使用我们的子查询呢 第二种 可以通过比较运算符 来使用我们的子查询 那接着呢 我们也可以再建一个表 来测试一下比较运算符 包括我们的 in sum或者out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两张表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学员表 包括一个奖学金表 也是比较简单的 来实验一下 创建 学员表 和奖学金表 学员表我可以叫做student 奖学金表呢 可以叫做 scholarship 那比较简单 学员表中呢 有一个编号 学员的名字 包括学员的分数 考试的分数 scof 那奖学金表呢 也是比较简单 一个id 一个level 代表奖学金的级别 那我们可以创建一下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写上一个student 来一个id 学员呢 可能比较少 我就选用tinyint 按send autoincrement key username vx20 not none unique 再来一个 学员的分数 scof 写生一个 tinyint 按send 再来一个奖学金 首先先向学员表中 插入几条记录 insert student username scof values 写生一个 king 它的分数呢 是 95 一条记录 再来复制一下 插入几条记录 测试来用 好 king 1 2 3 4 5 6 7 8 写生一个 35 45 45 55 65 75 来一个 80 再来一个 90 再来一个 25 这样的一个形式 再来创建一个奖学金 create table if not exists 写成一个 scholarship 奖学金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 两个字段 写成 第一个 id tiny nt send auto increment key 再来一个 level 或者是 来一个 分数吧 级别 级别 我们可以使用 等级 行 level吧 level 同样的也是数字的 tiny ant 你的奖学金的几种分数 send 那我们再添加 几条记录 假如说只有三等奖学金 scholarship level 三等奖学金的分数呢 是多少呢 一等是90 一个 二等是80 三等是70 都能获奖学金 把它们复制一下 好 那现在你看到 所有的学员 有了student 接着所有的 等级 也有了scholarship 那这时候呢 我就想查询 获得一等奖学金 学生的这个 姓名 包括他的分数 这时候我就可以 首先 应该看一下 一等奖学金 值是多少 对吧 一等奖学金 它的分数是多少 90 那这时候呢 我应该就使用到 我们的这种 大于等于 必须在大于等于90的时候 你才能获得 一等奖学金 你的分数 大于等于这个级别 所以说 首先第一个 你可以通过 scholarship表中 查询出 一等奖学金的分数 你可以这么来写 来查询 获得 一等奖学金 的学员 有 应该先得到一下 一等奖学金的分数 写上一个level from 我们的这个 scholarship 条件是 where id等于1 接着再往下 得到了这个分数之后 你再要查询 select id username from 我们的 student的表中 看看哪些学生 获得了我们的 一等奖学金 应该是分数 scol 大于等于 你应该得到的 这个90 那这个90哪来的呢 是不是应该是 他执行之后 得到的结果呀 你看到 90 接着再来执行一下 第二条语句 看一下有哪些人 分数大于90了 他就获得了 一等奖学金 有两个人 但是这是两条语句 实现的 我们要通过 紫查询呢 就可以引用你的 比较运算符 通过一条语句 就可以实现 同样的 你这样来写 select id username fromstudent 条件是 where scol 大于等于 大于等于谁呢 括号 另一条语句的 一个查询结果 把它放进来 注意你的子查询 一定是先执行 你括号中的内容 而且你的子查询的语句 一定要放在括号中 那现在 由内向外来执行 得到了90 放到这之后 再来执行 我们的外层语句 你看到实现的结果 是一样的 1和8 这样的形式 那简单应用到了 我们的比较运算符 大于等于 那能用大于等于呢 其他的这些 是一样的 像 小于 小于等于 不等于 包括这种形式的 不等于 以及我们的等于 那其他这几个运算符呢 之前我们讲课的过程中 已经带着大家试验过了 下来之后呢 大家自己来测试一下 其他的比较运算符 那接着还有什么呢 还有第三个 由exists引发的一个 紫查询 或者是not exists引发的 注意 它呢 相当于一个判断 如果这个 紫查询中 查询到结果了 代表条件为真 那条件为真的时候呢 才能执行到 我们的所有的 才能执行到 我外层的语句 那如果exists 后面的紫查询语句 查询结果为空 就代表为假 那你外层的查询语句 也不会被执行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由exists或者not exists 引发的词查询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 这样来写 我想查询一下什么呢 查询一下 部门表中 部门表中几呢 部门表中 看一下 一共五个部门 一共五个部门 select信号 fromdepartment 四个部门 我想看一下 第五个部门表中的 所有人 那首先你知道 没有第五个 where id等于五 是一个空的结合 因为只有四个部门 接着呢 你这样来写 select 第一批 select id fromdepartment 或者select信号 fromdepartment 条件是where id等于五 没有之后呢 都没有这个部门 你说你能查询 相应部门下的人吗 肯定也是没有的 那这时候你使用紫查询 你就可以这样来写 查询一下 员工的编号 用户名 fromemployee 条件是where exists exists什么呢 把这条语句执行过来 复制过来 如果那层语句返回 查到了结果 那exists返回为真 它为真的情况下 才能执行到我们外层的语句 你看一下 现在是一个空的 那接着如果 我们把它改一下 改成id等于4 这时候呢 你就能查到 你看到 外层的语句 就都被执行了 就都被执行了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exists呢 正好是检测 就相当于判断 如果它为真 外层语句会被执行 如果它为假 外层语句就不会被执行 这样的一个效果 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个测试 来告诉你 这个exists 包括not exists 怎么来用 not 接着我们再把它改成一个41 内层肯定返回的是一个假 内层返回假了 接着你将经过not exists 那接着假假 得真 外层的依然会被执行 你看到 依然会被执行 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 这是前三种形式 引发的子查询 那接着大家把这三种 测试一下 下节课呢 我们再来学习 使用anysum all 包括使用下面这两种形式的 一个子查询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节课呢